大家好,乌兹别克斯坦发生了颜色革命 我之前的节目一直提到中亚地区对中国非常关键 一直提醒在中亚地区要警惕中亚地区出现动荡 果不其然,就在今天 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自治省卡拉·卡尔帕克斯坦 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 现在当地的网络已经中断 我获得了一些资料 把相关的视频给大家播放一下 你点开标题,可以看到链接 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些画面 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网络已经中断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目前的情况 很多人对乌兹别克斯坦不太了解 我实际上去过乌兹别克斯坦 这个国家给我的印象 还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国家 它和其他中亚国家还不同 乌兹别克斯坦还是比较现代 乌兹别克斯坦姑娘很漂亮 这个有一所一 和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也是有一比的 所以乌兹别克斯坦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 实际上是十多年前去的乌兹别克斯坦了 乌兹别克斯坦这一次发生颜色革命 实际上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反对党领袖 律师塔日姆拉托夫 他在7月1号被当局神秘逮捕 包括他的家人 也不知去向 塔日姆拉托夫被逮捕的原因 是他组织7月5号 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举行大国门抗议 抗议什么呢 实际上就抗议该国的宪法修改 乌兹别克斯坦的宪法里面有一条 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自治省 叫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区 宪法将修改他的自治权 也就是收回他的自治权 实际上这个宪法的修改比较隐蔽 实际上在宪法中 实际上有一条就是卡拉帕克斯坦 自治区或者叫自治共和国 拥有独立的权利 但是在这次宪法修改中 把这个独立的权利修改掉了 就删除了 这个小的修改 实际上是消除了该地区的特殊地位 未来这个区就永远不可能宣布独立 因为宪法不允许他有独立的权利 这次修改引起当地居民不满 反对党也利用这个机会借机造势 还有一点就是乌兹别克斯坦 他现任总统米尔基约夫 他想仿效普京 那么修改了自己的任期 他实际上修改任期是 他现在满65岁 他想学普京 什么意思呢 就之前他参加国家大选之前的任期 之前参加几届任期不算了 从零开始清零了 然后从下一届开始 然后重新修改宪法 然后继续选择当总统 继续选举 他65岁了 如果再继续选的话 他能干到80岁 所以这引起反映 那米尔基约夫呢 他这个宪法修改 实际上保证了他原定在2026年 任期届满以后呢 还能够再担任两届 而且未来两届的任期呢 长达5到7年 你可以算一算 5到7年 2714 未来14年还是他 这个反对派当然就不干了 就是你还得这么玩啊 你像普京一样是吧 清零 之前的不算 重新来 还可以选两届 两届呢 七年 每一届七年 14年还是他 那未来是不是还要修改宪法呢 所以这个就造成乌兹别克斯坦反对派的不满 准备在7月5号上街抗议 结果当局呢 没有等到7月5号 7月1号就把这个抗议者 组织者这个律师逮捕了 这一次抗议呢 实际上引起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政治动荡啊 包括该国的参议院副议长 叫萨迪克 萨法耶夫 他也对媒体表示啊 米尔基约夫啊 他并没有赢得2021年10月的大选 他表示呢 他赢得了1%的普选项 所以呢 乌兹别克斯坦他现在这个米尔基约夫 他执政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 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呢 是92年12月8号通过的啊 目前对他进行了15次修改 我呢 我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啊 他是1925年成立的 那是苏维埃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一个自治实体 那么乌兹别克斯坦人呢 人数超过了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人 以及哈萨克人 从1930年到1936年 虽然是自治的 但是呢 直接被莫斯科管理 由莫斯科管理 然后呢 转交到了乌兹别克斯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管理 共和国的宪法权利啊 要求举行自己的独立公投 这是在苏联解体期间 共和国领导人推动的 与乌兹别克斯坦 进一步分离的结果 那卡拉卡尔帕克斯坦 在乌兹别克斯坦 现行宪法中 也被承认为 拥有主权 那目前主权这个词 也就是他拥有独立权 在宪法中 最新的草案已经被删除了 此外呢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 共和国宪法 不能与乌兹别克斯坦 共和国宪法相抵触的句子 也在新草案中 那也表明啊 塔是干 未来呢 很有可能会吞并 这个卡拉卡尔帕克斯坦 那将他真正的变成了 自己的一个行省 而不是独立的一个共和国 实际上呢 这个卡拉卡尔帕克斯坦 共和国啊 它这个领土面积 还是比较大的啊 大家从这个封面上地图 就可以看到啊 它占到了乌兹别克斯坦 整个西北部 一大部分 它的面积达到了166,590平方公里 它实际上就是咱们中国古籍里边 那个花辣子摩 记住啊 花辣子摩 当年蒙古大军 蒙古大军灭中亚 对吧 西征 花辣子摩 实际上就是这 就是花辣子摩 你可以把它这个卡拉卡尔帕克斯坦 理解成花辣子摩 它呢 在波斯古籍中啊 也经常出现 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呢 实际上有一种历史的传统 你看 它有历史性 所以它呢 和乌兹别克斯坦人 和这个哈萨克人 它是有区别的 它有自己的独立性 它官方语言呢 就是卡拉卡尔帕斯坦语 当地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呢 达到32.8% 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人呢 是32% 哈萨克人呢 28.6% 土鸿曼人3.3% 那它拥有独立的立法机构啊 实际上公元前500年呢 到公元500年 现在的这个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地区啊 实际上呢 就出现了广泛的农业 修建了50多座花辣子模的要塞啊 当地人呢 过去是游牧啊 还有渔民 最早在16世纪就被外国人已经记录下来 那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呢 于1873年 被西瓦韩国割让给俄罗斯帝国 苏联统治下呢 它在俄罗斯的苏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 一个自治区存在 1936年 那卡拉卡尔帕斯坦呢 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部分 该地区在60年代到70年代最为繁荣 当时的阿姆河的灌溉呢 修建了大量的 大量的灌溉系统 所以当地的农业非常发达 但是因为这个咸海 它的排水 咸海不断的蒸发 所以现在呢 整个卡拉卡尔帕斯坦 它的农业灌溉系统 已经年久失修 所以它现在成为乌兹别克斯坦 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从六七十年代最富裕的地区 变成了最贫穷 这个卡拉卡尔帕斯坦地区呢 大部分是沙漠 它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西北 靠近险海的阿姆河盆地 最低处 四周呢 是沙漠 那克斯勒库姆沙漠 是位于该地区的东部 卡拉库姆沙漠 位于南部 另外呢 一个岩石高原 向西深向离海 所以你可以看 它是被包围 被沙漠包围 被荒原包围 所以它属于一个盆地 所以它的气候 环境都非常恶劣 那卡拉卡尔帕斯坦共和国呢 正是拥有主权 与乌兹别克斯坦呢 分享相关的否决权 实际它和乌兹别克斯坦 是一个合并体 根据宪法呢 卡拉卡尔帕斯坦 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关系 受条约和协定的约束 任何争端都以和解的方式解决 那它脱离权呢 受到乌兹别克斯坦立法机构 对任何脱离决定否决权的限制 乌兹别克斯坦宪法第17章第74条规定 卡拉卡尔帕斯坦共和国有权根据 卡拉卡尔帕斯坦人民举行的全国公民投票 退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那该地区的经济呢 严重依赖于险海的渔业 现在呢 以棉花 大米 瓜类为支撑 它的水果尤其出名啊 各种瓜类以外呢 还有李子 梨 葡萄 杏 你可以想象啊 这个中亚地区 当年咱们 这个 汉朝 对吧 汉朝张迁出使西域 蒙古大军 花辣子摩 攻打花辣子摩 你可以想象当年啊 这个地区盛产水果和中国 中国大量的这个 吃的西域来的水果 实际上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这个地区 阿姆河三角洲呢 曾经人口密集啊 几千年来呢 一直持续广泛的有灌溉农业 在花辣子摩统治下呢 该地区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和繁荣 几个世纪以来呢 逐渐发生气候变化 二十世纪后期呢 引起了这个咸海 海水蒸发 该地区荒漠化 河流 湖泊 卢尾荡 森林 农场 古老的绿洲 正在干涸 所以该地区的夏季气温上升了十摄度 冬季气温下降了十摄度 这次乌兹贝克斯坦发生大股膜的抗议呢 实际上和米尔基约夫寻求连任有关 我介绍一下米尔基约夫啊 米尔基约夫呢 是乌兹贝克斯坦的政治家 1957年7月24号出生 自16年起呢 担任乌兹贝克斯坦总统 他呢 实际上还担任乌兹贝克斯坦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他是从03年起 担任乌兹贝克斯坦总理 他呢 出生在乌兹贝克斯坦 苏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叫吉扎赫地区 但是乌兹贝克斯坦的前总统 伊斯兰卡里莫夫呢 在16年去世 他呢 在16年9月8号 被任命为临时总统 这个米尔基约夫呢 于1957年7月出生 在乌兹贝克斯坦的 吉扎赫地区 一些媒体呢 表示他确实出生在 塔吉克斯坦 他并不是出生在乌兹贝克斯坦 出生在塔吉克斯坦的 列宁纳巴德州 就现在的苏格兰德 那甚至呢 有人认为他并不是乌兹贝克族 而是塔吉克人 米尔基约夫的父亲呢 是一名医生啊 实际上呢 担任药房的主任医师 他的父亲呢 实际上是二战老兵啊 1945年4月成为苏联英雄 他的母亲呢 是年轻时候 死于费结核 1981年啊 米尔基约夫啊 毕业于塔吉干的 灌溉与改良学院 他拥有技术科学的候选人 博士学位 80年代呢 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1996年到2001年9月呢 他担任 吉扎克州的州长 然后呢 在01年9月 担任了萨马尔罕州州长 直至2003年 被任命为总理 12月12号呢 被总统 伊斯兰卡里莫夫 提名为总理 2003年呢 经乌兹贝克斯坦 议会批准 取代了总理 奥特吉尔 苏尔托诺夫 这个米尔基约夫呢 之所以能够上位呢 主要是乌兹贝克斯坦 他有这个油 这个油呢 实际上就是油235 造核弹的油 当时呢 美国呢 实际上对油 油矿的出口是限制的 但是他呢 与韩国合作 就是这个米尔基约夫 与韩国合作 很多韩国人可能不太了解 他在06年9月25号 在塔什干 与韩国时任总理 韩明书签署了协议 那保证了乌兹贝克斯坦 从10年到2014年 绕过美国 与韩国进行油矿交易 实际上呢 韩国和米尔基约夫啊 在能源 农业建筑 信息技术领域 加强了合作 05年到06年呢 韩国与乌兹贝克斯坦 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40% 达到5.65亿美元 所以这个人有韩国的背景 他和韩国的很多财团 实际上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这也是他上位的原因 他实际上利用韩国的财团 利用手中这个油矿 获得了财富 获得了乌兹贝克斯坦的发展 所以这是他当总理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呢 经济搞活以后 马上由总理变成总统了 前任总统神秘的死亡 前任总统16年神秘死亡 他马上就上位了 所以现在也有人说啊 说前任总统死亡原因 还是个谜和他应该也有关系 实际上他作为萨摩尔罕式家族的一员 被认为是乌兹贝克斯坦总统 卡里莫夫的主要继承者之一 那米尔基约夫与卡里莫夫的妻子 塔吉扬纳卡里莫娃 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鲁斯塔姆 伊诺亚托夫保持友谊关系 16年9月2号宣布卡里莫夫逝世后 米尔基约夫被任命为总统 桑里组织委员会主席 这被视为米尔基约夫将接替 卡里莫夫总统的标志 16年9月8号 他被议会两院联席会议 任命为乌兹贝克斯坦临时总统 今晚宪法规定参议院主席尼格玛蒂拉·尔尔达舍夫 是卡里莫夫的继承者 但鉴于米尔基约夫多年的经验 米尔达舍夫提议由米尔基约夫担任黎尔森总统 实际上米尔基约夫担任总统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人们期望米尔基约夫修复乌兹贝克斯坦 与吉尔基斯坦的关系 米尔基约夫的身份有塔吉克斯坦的血统 所以也希望他修复塔吉克斯坦的关系 当时乌兹贝克斯坦和吉尔基斯 和塔吉克斯坦都存在边界的争端 乌兹贝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首都之间定期航班 于17年1月又恢复了 所以他在塔吉克斯坦恢复双边关系这个问题上 也发挥了所有 大家知道乌兹贝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关系 从1992年以来 双方就没有通航过 双方又一直在对峙 那他上台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塔吉克斯坦和他恢复了关系 你想从92年到17年多少年 虽然是邻国 但双方关系一直很差 没有通航的航班 17年马上恢复 所以这个人呢 可以说他还是有能力的 还是有能力的 那外交政策方面呢 米尔基约夫呢 他比前任还要开放 在05年呢 安基盐 这个安基盐 屠杀事件之后呢 乌兹贝克斯坦实际上处于国际的孤立状态 卡里莫夫呢 很少在中亚和其他独联体国家之外旅行 米尔基约夫呢 承诺在他上任之初 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 任职前十个月呢 米尔基约夫先后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四次 图曼斯坦三次 俄罗斯两次 又访问了中国 沙特阿拉伯 美国 土耳其 吉尔斯坦 他的主要外交政策之一呢 就是逐步改善与吉尔斯坦 塔吉克斯坦的关系 17年9月5号 就在前任世事 周年纪念日仅三天 他对吉尔吉伞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 那这是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自2000年以来 首次对邻国进行国事访问 17年9月19号 米尔基约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8年 埃及总统塞西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白鲁斯总统卢卡申科 一大批外国领导人 先后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 那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 24年来 首次有外国领导人访问 18年3月 米尔基约夫访问了塔吉克斯坦 成为2000年以来 首位有杜尚别 在杜尚别进行国事访问的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自18年3月以来 米尔基约夫还主动提出 主持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和平谈判 他也在阿富汗问题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18年8月6日到10月 应米尔基约夫要求 塔利班代表团也访问了塔吉克斯坦 讨论问题包括阿富汗的交通电力和平 19年的3月 米尔基约夫与当天辞职的纳扎尔巴耶夫通话 在其中 他对前总统表示遗憾 称纳扎尔巴耶夫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大照今年年初1月份 哈萨克斯坦出现了颜色革命 出现了骚乱 纳扎尔巴耶夫 整个家族被从乌兹别克斯坦彻底清除 所以你可以看哈萨克斯坦结束以后 下一个就是乌兹别克斯坦 那么2020年10月 米尔基约夫颁布理项法令 加速乌兹别克语 全面拉丁化 实际上 概述了2020年到2030年期间 语言政策 实际上尝试乌兹别克斯坦语 拉丁化和哈萨克斯坦 纳扎尔巴耶夫 他的政策很相似的 乌兹别克斯坦现在也尝试 乌兹别克斯坦语 拉丁化 就学土耳其 就去俄罗斯话 去俄语话 米尔基约夫 他的个人生活 他有两个姐姐 另外有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五个孙子 他的大女儿的女婿 是奥伊别克 托尔苏诺夫 他是现任米尔基约夫 总统办公室的负责人 他的小孙女婿 叫奥塔别克 沙哈诺夫 是总统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所以你可以了解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 很相信自己家人的 这么一个总统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乌兹别克斯坦 他这个也是家族 家族式的管理 自上台以来 米尔基约夫 实际上在当地的 七八尔区建造了一座 非常豪华的住宅 这也被反对派一直诟病 实际上这个住宅 专门为住宅 还修建了一条高松路 专门为这个豪宅服务 用从阿根廷运来的大理石 还有这个施华 洛世奇水晶装饰内部 21年根据乌兹别克斯坦 当地媒体的报道 米尔基约夫还在建造 一座独立的山地别墅 其中包括一座新的水库 为整个别墅建造一库水库 这个水库距离塔什干 约100公里车程 包括米尔基约夫及其亲属 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有大量的豪宅 总的评估数亿美元 你可以想象 米尔基约夫他平时生活的奢华 19年的水库基本完工 代表俄罗斯总统普京 刚刚在离海参加了离海峰会 在土库曼斯坦 会见了离海周边国家的领导人 那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又出现了颜色革命 中亚地区的局势 未来会越来越紧张 我告诉大家 中亚地区会越来越紧张 为什么 我说过 你看世界地图 中国俄罗斯是欧亚大陆两个稳定器 那么中亚实际上就是 中国和俄罗斯的软腹部 中国和俄罗斯都要防止中亚地区出现动荡 因为中亚地区一旦出现动荡 俄罗斯的中部 也就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包括俄罗斯莫斯科的大后方 中国的新疆都会出现动荡 照我之前举个例子 你把一张纸点燃 你点燃它中部 它会向四面燃烧 如果美国想把欧亚大陆撕裂的话 从中间点一把火 从哪 从中亚点一把火 从中东点火 引燃中亚 中亚这把火烧起来 就会烧到中俄 对吧 你看中国俄罗斯 新疆 俄罗斯的高加速 但是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因为欧亚大陆想要崛起 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但是现在看呢 美国是绝对不会让中俄这么和平崛起 不会让欧亚大陆重新回到 人类文明的中心 所以美国一定在中亚地区会有行动 利用颜色革命 包括利用北约 利用土耳其 它的影响力在中亚扩张 所以这一次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发生骚乱 会不会对整个中亚地区的稳定安全造成影响 我还在观察 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网络已经中断 我现在获得的信息也有限 但是我会一直关注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会及时给大家分享